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 大家晚上好 然后英国时区参会的朋友们中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在地跨文化研讨会系列活动 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场学术交流活动 也是我们第一次用中文进行的暑期特别长 我是该系列的发起人和主持人施东来 现供职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 在地跨文化这个系列是面向高校师生和社会大众 通过邀请国内外的知名教授和青年学者 进行线上的专题讲座经验分享等 然后推广跨文化研究 探讨跨国性与在地性的具体 社会现象和文化产品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含乖的范围很广包括 比较文学电影研究文化史文化人类学等等 我们的活动频率差不多是两个月一次 一般每一期会邀请一位中两级学者 或者两位研究兴趣相近的青年学者进行对话 分享他们的研究工作语言为英文或中文 我背后有更多的我们的公众号和Facebook的信息 还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和荣幸可以请到北京大学的戴景华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 在此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人文学院的院长王宁教授 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对这次活动的特别支持 戴景华教授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他的中文住宿非常非常多 从1989年的《浮出历史地表》到《物中风景》《昨日之导》 《简时足迹》《给孩子的电影》等等等等 都从性别文本分析社会文化学各种各样的方面 给我们深度解读了一部又一部的中外电影 他的两部英文译著《Cinema and Desire》 然后2018年的《After the Post-Cold War》 其实都在我们海外留学生中间 也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 也是我们英文汉学界和文化研究界必读的作品 今天戴老师将给我们分享的题目是 《谁的梦魇与魅影?电影中消失的女人》 戴老师是今年五月份跟我在复旦大学见到第一次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斗胆 邀请了戴老师加入这个在地跨文化的系列 大家也知道戴老师的知识面和关注点包罗万象非常广 所以在今年七月份我们在讨论说 这个讲座的题目可以是什么的时候 当时其实刚好国内院线有一部热映的影片 就是《消失的他》 然后掀起了很高的话题度 然后他目前的票房 也是变成了仅次于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的 今年的内地电影票房第三名 所以用戴老师的原话来讲 就是匪夷所思 就是引号 那我想大家都会非常认同 这部片子虽然充满了套路 在情节设计上和性别意识上其实都不是特别高明 但是作为文化研究者 我们想从这部电影切入 并不是说它有多么的值得褒奖 而是说它在商业上和流量上的成功 让我们必须去反思 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那这一次呢 戴老师就会从电影《消失的他》 然后进一步讲到电影中《消失的女人》 这一经常出现的异象 跟我们分享他对世界电影和性别话语的一些观察 那本次的会议室呢 我们是制定了三个小时 所以我知道戴老师经常会有很多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也非常听不够 所以其实我们不会规定 特别规定时间 所以戴老师想讲多久都可以 那在戴老师的讲座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提问环节 想要提问的观众 请先把你们的问题用比较简短的方式打在聊天框里面 然后我们会解 会解除你的静音 然后请你开启摄像头 你可以自己去跟戴老师进行对话 那这次会议我们是全程录制的 然后也会上传到我们的公众号和其他的公共频道 包括提问部分在内 所以还请大家不要私下录制传播 那现在就有请戴敬华老师开始他的讲座 非常感谢能够邀请到您 感谢东来 给我这样的邀请 就像他说的 我们的五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偶遇 或者说第一次相遇 然后他向我发出这样的邀请 所以感谢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给我这样的机会 这是我此生 第一次登上上海交通大学的人文学院的讲坛 感到非常荣幸 那么这次演讲的切入点 或者某种意义上说 这次演讲的主题是来自于 施东来老师的命题作文 他希望我能够从这个暑期这部热映的电影 消失的他切入 然后我立刻非常的主观异端的猜想了 他请我从这部影片切入 可能他的期待 他期待我会涉及到怎样的一些主题 当然我同时也关注了 这部热映影片在网上 在豆瓣 不只是豆瓣 各种各样的影评平台 或者非影评平台上 出现的种种热议 那么热议当中有非常鲜明的 社会性的话题存在 比如说关于性别 关于姐妹情义 关于渣男 或者说这个男性的 男性所在历史传统当中制造的 对女性的威胁 比如说关于阶级 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可能都读到 或者是获知过毛坚教授的那篇瑞评 关于这个影片当中所包含的阶级表述 那么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 毛坚教授的这篇影评 极其由这篇影评引发的 他的一些社会性的观察和思考 引发的网络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剧烈的论争状态 那么我是基于这样的一种 我的观察和我对于非常主观的 对于施东来教授的 这个意图的这种猜测 然后就组织了这个讨论 组织了关于这个讨论 我可能涉及到的电影文本 我在这个讨论当中 试图跟大家分享和处理和回应的 一些社会问题和世界性的问题 那么这确实是一个 我重新组织了全新的话题 是我为了咱们这次讲座 而专门组织的一个话题 那么它因为它是 专门组织的一个话题 所以它对我来说也比较新 以至于它一定是不完备的 不够深入的 那么在隔着屏幕 在线上将和这个和我相遇 和我在屏幕上共聚的朋友们 请你们有一些准备 或者说对我多一点担待 我试着从这部暑期热影片 消失了它来介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 好 那么关于这部影片 似乎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了 因为到截止到昨天 这部影片的票房记录已经达到了 35亿11万的这样的一个票房记录 那么就像孙兰来教授所介绍的 它仅次于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 成为了今年的票房第三 而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的卖点 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他们都是中国电影史 中国电影工业体制内部的超级大制作 然后他们都占据了春节档 这样的一个在中国的电影档期当中 极为特殊的优势时段 而相较而言 消失的它在制作规模 在这个明星阵容 然后在这个工业水准 然后在这个叙事本身 似乎都无法以 流浪地球2或者满江红同体并论 而且呢我们大家 如果关注电影的朋友都会注意到 今年的暑期是一个奇特的 这个大片如林的这样的一个暑期 因为在这个消失的它之外 有这个不气然而热映的八角龙钟 有这个大制作的 超级大制作的这个风神第一部 然后有这个美国大片巴比的引进 然后有这个查安三万里 这个追光公司的中国卡通巨制的出现 而在这样的一个大片如林 抢手环伺的情况下 消失的它非常奇特的异军突起 这个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票房奇迹 或者说一个票房炸弹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 至少在我的观察当中 非常有趣的是 这部影片再度形成了一个 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奇特现象 那么这个奇特现象就是 观者如潮 但是恶评如潮 用我曾经形容一些影片的说法 就是这是又一部越骂越看 越看越骂的电影 这个恶评成为了某一种口碑 使得影片的观众人数持续的增长 那么我必须这个坦白说 事实上我是为了 施东兰老师这次命题作文 才去影院看这部电影的 而且看的不大心甘情愿 一如这个毛坚教授所表述的 说我们不想为这样的电影贡献票房 但是我为了我们这次讲座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为这部电影 贡献了票房 那么这部影片在如此长的上映档期之后 已经临近到了终结 已经即将下档 那么即使在这样即将下档 影片转到了小影院 然后放映的场次开始减少的状态之下 我所去的那个场次 仍然是近乎蛮长 仍然是近乎蛮长 换句话说 他的接受度 他的热议度 然后他所创造的这种票房奇迹 而且所谓票房收入 无疑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 世界性的格局当中的 最不可反驳的 不容置疑的硬指标 就是他的创造的这个金钱有流 他给影片赢得的这个票房利润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多重奇特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影片的票房奇迹 这个影片巨额的票房收入 这个影片对于观众的奇特的吸引 而这个同时伴随的影片的这个 我们说的客气一点叫做两极评价 我们说的这个刻薄一点就是 以恶评以差评 作为一种口碑 而引导观众进入影院 在影评场域当中 这个情形形成了某一种奇特的影评的比拼 就是影评人 似乎尝试谁能用不同的角度 谁能用一种更刻薄的姿态 或者修辞去 对不起啊 突然开始有点咳嗽 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去 击刺这部影片 去剖析这部影片 去 这么说 借助这部影片来表现出某一种洞察 某一种批判 某一种拒绝的这样的能力 这是这个影片的一个不需要描述的描述 它因此成为了我们选择观察的入点 我也不必再重复 前面我已经讲到过 这部影片非常奇特的引发了一组 不论是在理论上 在思想上 在社会实践当中 都长久存在的一组彼此连接 又经常彼此冲突和彼此对立的社会参数 那么这个社会参数呢 就是性别和阶级 就是说 那么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啊 似乎不容置疑 因为这部影片表现了某一种姐妹情谊 Sisterhood 因为我当年年轻的时候的翻译方法 我把它翻译成这个姐妹乌托邦 这个姐妹情谊 姐妹乌托邦的这样一种所在 因为故事是一个闺蜜 为自己被杀害 这个失踪的姐妹 探明真相 并且最终复仇的故事 但是与此同时 对这部影片的差评和恶评围绕在 这是一个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 试图这个吞食啊 呃 女性主义啊 女性反抗 女性的网络抗争 呃 所创造的票房 红利的一部男权的作品 那么刚才也提到哈 这个 呃 毛坚教授啊 对于这部影片的观察是 这部影片是一部呃 关于 富人与穷人的故事啊 这是一个关于际遇财富啊 试图以下犯上啊 试图僭越阶级的秩序 试图冒犯呃 上流社会的这个尊严 呃 而这个最终遭到了惩罚 最终坠落回他英属的阶级地位的这样的一个 故事 一个穷小子啊 梦想这个经由一个 纯良的美丽的 呃 天真的 富家女啊 而 获取社会财富 呃 进而践踏了生命与尊严 进而践踏了社会秩序与准则 呃 并最终啊 因为一个女性的 智慧的 勇敢的 干练的 果敢的 复仇者 呃 而最终 这个遭到惩罚 最终被绳之以法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不起 为什么啊 好啊 关于这部影片一个呃 在影评人和观众当中的一种呃 克勃的也普遍存在的差评呃表现为他们说这部影片是一个客气的说充满了致敬之致敬之处或者说有诸多的致敬之作的作品啊 那么说的刻薄一点就是说这部作品是一个呃 抄袭性的然后拼贴性的把很多很多的著名的影片和桥段啊 啊 组合到这部影片当中的一部作品 那么在前面的PPT当中我粘贴了豆瓦当中的这个影片的官方宣传资料的一个 呃 呃 一行一行文字啊 那么在这行文字当中 很奇怪 PPT非常不听调签啊 在这篇文字当中 他说这部电影改 改编自苏联电影 哎 改编不一部一部苏联电影 也就是说他改编自一部古老的啊 来自于这个地球上消失地图上消失的名字的苏联的一部影片 呃 那么必须向大家抱歉啊 我没有找到这部影片的影像资料 所以我没有去观看这部影片声称他呃 改编的这样的一个原本的文本 但是同时我自己又 有某种坦然 因为我并不觉得我没有看到影片声称他的改编文本 自身对这部影片有多大 对我了解分析这部影片有多大的影响 原因在于对于我来说这部影片的主要创意啊 主要构思呃 可以清晰的 比赵比对或者说可以说相当鲜明的来自一部在中国公映了的西班牙电影 那么这部西班牙电影的名字叫看不见的客人 看不见的客人 关于一个女律师一个声称作为一个从无败计的女律师 然后介入了被告啊 就是这个谋杀可能双重谋杀案的被告人的案子案情 并且来到了被告人的身边 然后经由一场呃 堪称精彩的心理战啊 最终赢得了他的委托人的信任啊 令委托人向他承认了他的全部罪行 而当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这样一个目的达成的时候啊 我们的女律师显现出了他作为被害者母亲的身份 于是这个变奏的变形的心理战法庭戏显现出了他悬疑篇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构造啊 他是一个复仇故事 他是一个复仇故事 那么在我所清晰的感到的消失的他与看不见客人的相像相近相同构思 相近似的人物设置这个的这样的一个文本对照之后 我想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关于原创或者抄袭 我想在这样一个比对当中 我们首先看到了几个有趣的差异性的存在 一个有趣的差异性的存在就是在看不见的客人当中 罪犯 杀人犯 被告者 女律师的这个心理战的这个对手 是一个成功者 是一位主流人士 是影片当中所勾勒的一个叫做商界的年度人物 是一个在任何意义上说的都是主流社会将包扬的 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某种楷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他和显然就和消失的他当中 朱一龙所饰演的这位男主角何飞有着鲜明的阶级差异 因为何飞这个角色是故事中的一位潜水教练 一个相对于潜水俱乐部的客人们和成员们来说的服务者和底层人 而同样在影片当中在看不见的客人当中 这个被害者被害者的父亲和母亲 就是父亲和母亲所在整个影片当中 就是占据的这样的一个复仇者的这样的位置 则同时对应着他们的人为言轻的相对于男主角而言的 要低下的多的社会地位或者叫阶级地位 所以当影片的那个正义副经由多重反转 经由多重悬念的构置 经由剧情的一次一次的转折 而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真相 大白于天下 死者的被沉入沼泽的尸体 终于获知了他的葬身之处的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 他所达成的是某一种作为二十世纪电影人文传统的正义的抵达 这个正义的抵达不仅是杀人偿命 不仅是法律秩序 不仅是社会秩序 而且也是二十世纪电影所形成的一种人文主义传统的呈现方式 那么就是弱势者最终战胜的强势者 因为爱 因为母爱 因为正义 因为道义的 也许迟到但永不缺席的信念和逻辑最终达成 而在消失的他当中则要有趣的多或者说反腐的多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朴素的正义 或者说电影曾经携带的人文主义传统或者说电影在二十世纪曾经 具有的梦工厂的这样的抚慰功能的意义上去展示弱势者的胜利 而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不用去重复他的阶级主题的反转 在我看来在比对着看不见的他的这个在对在于看不见他的比对之下 我们会发现这部影片有着消失了他 他事实上有着一种有趣的多重的错位多重的 有意多重的混乱或者多重的转移在其中 那么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大家注意到如果大家看过看不见的他 看不见的客人你们会发现看不见的客人他是一个以悬疑篇的形态包裹着的 一个转移了其空间场域而沿用了其人物设置的法庭系 因为他表现的是化妆为女律师的母亲 与被告罪犯之间的唇香舌剑之中所展现的一个心理战的推移和心理战的展开 而在消失了他当中他却是一个我们至少在影片的三分之二的观影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纯粹的悬疑篇一部西区苛刻式的悬疑篇 而在这样的一个悬疑篇的设置之中 罪犯男主角何飞事实上成了贯穿了影片前三分之二的绝对意义的主角 当我们说一个人物是一部电影的主角的时候 我们不光说他有着足够多的戏份 他占据了叙事时间 占据了多少叙事时间 而是在强调他同时是这个影片的观看主体和这个影片的背看对象 他占据着这种视觉呈现的主导权 而当一个角色在电影当中占领着视觉角色的主导权的时候 事实上他也就在相当的程度上确定着引导着主导着观众的观看 某种程度上引导和主导着观众的认同 那么我们回观这部电影 如果大家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 就是这部电影的西区苛刻式的悬疑设置 某种意义上说相当典型 那么我们会看在影片的观影过程当中 我们在至少三分之二的片长当中 我们追随着何飞 朱一龙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进入到了一个社会梦魇的状态 如果说影片真相大白的时候 我们知道最先片头所呈现的何飞这个角色 所落入的那个社会梦魇是谎言 是欺骗 是他制造的一个假象 那么这个社会梦魇最初呈现为 在一次柔情密意的周年旅行当中 妻子离奇失踪 但是很快 妻子离奇失踪 报警为国 无人求助 异国他乡的这个无望和绝望之后 故事真正的梦魇到来了 那么就是男主人公在夜晚的这个床榻上醒来 碰触到了一具身体 而后发现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声称是他的妻子 声称刚刚从夫妻间的争吵 这个夫妻性的离家出走当中归来 那么这是在影片当中围绕着男主角 围绕着这个主导着我们的观看 主导着我们认同的角色 所进入的一个极端真实的梦魇 这个梦魇在某种意义上 构造是成功的 以至于他非常 我们似乎可以把它表述为 一个非常稀奇苛刻式的主题 那么就是某一个普通人 某一个小人物 某一个正常的在社会生活当中 这个推移 在社会生活当中度过他生命岁月的人 突然之间掉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掉入了一场巨大的黑幕 掉入了一场醒不来的梦魇之中 他的自我 他的身份 他的真实 他的记忆 所有的一切都不再能够不言自明 都不再能够自我证明 那么这样的一种 西区苛刻式的梦魇 大概在诸多的 有关西区苛刻的讨论著作当中 在电影人的相关探讨当中 都会直接的描述为 说这是一种 西区苛刻经由这样的一种 由他创造的悬疑类型 一个有别于恐怖类型 有别于犯罪类型的 一个独特的心理类型 正指向一种批判性的表述 那么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 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如此的脆弱 我们稳固的稳健的 充满了依评和确认性的生活 可能一瞬间的化为乌有 我们可能就是如此的 掉入一个漩涡 掉入一个噩梦 掉入一个完全无力去对抗 去阐释去行动的状态 那么对类似的这样的一种 情形和状态的表述 还有一个相关的并不准确相对的名词 叫麦格芬 叫麦格芬 那么我也经常开玩笑的说 我倾向于把西区柯克的类型当中的 这个虚构名词 专有名词麦格芬翻译成中文 莫须有 我说也许莫须有是一个 很好的中文翻译 无需证实 不能证实 无法阐释 也无需阐释的一种梦魇状态 那我觉得有趣的是 因为这个故事它借用了 或者说它致敬了 或者说它偶然重叠了 看不见的客人当中的那个桥段 一个声称勇无败继的干练的女律师 来到了男主角身边 要为她提供法律援助 要为她提供这个保护 要让她 要带她挣脱这样的一个 她声称匪夷所思的 不可挣脱的梦魇和困境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致敬或者是设置 最终把剧情引向真相大白 男主角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罪犯 是一个杀人者 是一个贪婪者 是一个精心策划了谋杀案的 而并非冲动杀人的这样的一个罪犯 如果说最终把这样剧情把我们引导到这的时候 其实我们观众在整个观影心理当中 是经历了某种分裂的状态 因为我们是在朱一龙和非 和非这个形象的引导之下 在尽管不心甘情愿 但是别无选择的对他的认同当中 经历了这场巨大的包括 这个陌生人梦魇般的闯入 包括陌生人自称他妻子 并且拥有一切证据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极端怪诞的荒诞巨事的情节 然后经历了这个追杀 经历了监视 经历了对犯罪现场的这个直接目击 却完全无力获取证据 或者赢得警方的法律的秩序的协助 而保护的事实 最后经历了绑架 经历了邪恶的显然是非法的医疗机构 这个最终会这个对他进行脑部手术的威胁 那么在这样的 我们在这样的观影经历之后 我们反转 这个所谓的反转 我们反转了我们的认同 我们进入了 我们接受了他作为一个罪犯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披露 我们揭露了 我们这个接受了 智慧的干练的这个女律师 事实上是一个角色 何飞所经历的这一系列荒诞 是这个女律师的真实角色 一个导演所设置的一场大戏 一个演员众多的 场景众多的 这个充满了丰富的动作和调度的 一场大戏的牺牲者 一场大戏所构成的陷阱的陷落者 于是对我说来 这个故事就变得有几分有趣了 因为除了作为一个不甚成功的电影 尽管票房很成功 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把电影视为一种艺术 如果我们仍然把电影视为一种 今日我们世界 在今日世界上一个或许帮助我们动向真实的窗口 那我们说这部电影是一个我们很难去赞许 或者很难去认同的电影 如果我们强调电影作为一种艺术 或者我们再把电影作为一个审美对象的话 我们也许会在这个 这部影片 它的叙事的不严密 它的叙事影像构造的多重bug的意义上 去指认它的不成功 但是对我来说 它的有趣之处正表现在这个错位和混乱之上 我们在整个影片当中跟着合肥 经历了一场西区苛刻式的梦魇 而梦魇醒来的时候 则是主人公反转为罪犯 主人公显现印证为罪犯 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的到来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部电影看作一个 关于metoo时代的性别主题的表述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这部影片 同样充满了错位和混乱 因为我们跟着合肥这个角色 经历了虚假的丧妻之痛 但是经历了真实的恐吓 恐怖威胁这个和绝望的荒诞的处境之后 我们转向了导演了或者这个制造了啊 这样的一个荒诞的女性角色啊 作为姐妹情谊的实践者 作为这个女性主义的 女性复仇者的代表者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角色的认同之中 那么我们于是我们的性别认同 或者影片的性别表述就变得极为扭曲 如果我们联系着影片的片尾 这种扭曲似乎会变得更为清晰 当最后啊 胜利的复仇者也是心碎的姐妹啊 到这个在监狱当中去直面这个 经由他被绳之以法的罪犯的时候 他的表述非常有趣 他的表述是你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那么大家注意到此刻 其实相当匪夷所思的是 我们的女主角啊 这位闺蜜 这位这个成功扮演的干练的 甚至像动作片当中的那种 极度成功的女探员一般的女导演 是一个被夺去了啊 这个被杀害了他最亲密的女友的 女人 当他面对杀人者的时候 他却表述了你失去了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那么换句话说他是站在杀人者一边 告知杀人者的损失 而不是站在被杀害者那一边 发出一声嘶喊说 你杀害了如此美丽的姑娘 你杀害了我最亲密的友人 你杀害了这个世界上一个美丽和善良的女人 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主 就认知主体 认知主体位置的错位 表明了这部影片的性别表述的错位和扭曲 而同样的认同 同样的叙事结构表现了阶级主题的扭曲 如果说这个故事啊 正如毛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是一个警示 低下阶级 警示低下阶级 不要存你们的非分梦想 警示低下阶级 不要觊觎他人所拥有的财富 警示低下阶级 不要以身试法 来试图这个改变这个社会的财富接续 而由财富接续所形成的社会阶级接续的话 那么我们同样 在这样的一个警示当中 我们我们的警示的获得 不是在于罪犯最终被绳之以法的结局 我们获得和分享这个警示的过程 则是经由于主人公 陷入了一个一场醒不来的梦魇 而获得的 而这个无权势者 这个低下者 这个失败者 这样的一个低下阶级的男人 或者我们用影评中的说法 这个穷小子 他的背景式的过程 同时是女主人公所借助财富 当然借助财能 也借助财富和财能 所赋予的权利 所成功的 为他量身定制的 那么于是 一个观众的体验就没有那么 单纯 因为他受到惩罚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财富 获得炫耀 获得炫事的过程 而如果一个财富 炫事炫耀财富的权利 得以践行的过程 才是他所遭受的这个警示 而和影片所展示的警示的由来 那么我们就很难在影片当中 直接获得一个站在上等阶级的立场上 对下等社会所宣示的一种警告 影片就很难达成 对一种单纯的阶级秩序的这种重述和强调 我觉得刚好是这样的一种错位 这样的一种扭曲 这样的一种奇特的撕裂 向我们表明了这部影片 在暑期党热映 所传递的一个某种意义上说 可以说丰富的社会心理情态的显影 我们像世界性的潮流一样 开始试图跟上女性主义高扬的 MeToo抗争频临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潮流 但是我们这种追随 却仍然必须维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 在对男性的认同当中 经由最后的 并不十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反转 而达成的性别认同之上 如果说我们的影片的价值和认同 已然开始成功地建立在一种上等阶级的优雅 上等阶级的纯真 上等阶级的善良和上等阶级因为财富和才能的 双重战友的无所不能至上的话 我们也同样是似乎必须经由一个穷小子的引导 才能够抵达 那么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和我观察这部影片的切入点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它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 它当然也并非完全一个化妆成女性主义的男权表述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妇人 富有阶级的权力的宣告 但它也绝对不再是一个在对弱势者的正义 弱势者终于能够得以实施正义的意义上来完成的 不论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 还是在20世纪电影的人文传统当中 所可能具有的那样的一种价值显现 或者白日梦风向 那么由这部电影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 PPT要么太过敏感 要么就根本不敏感 对不起 我不知道电脑发生了什么问题 那么正因为这部影片的片名 消失的它 似乎很容易在中文的联想当中 让大家联想到2014年的好莱坞热影电影 消失的爱人 刚够出走的女人 出走之女的这样的一个影片的文本当中去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消失的爱人 刚够这部电影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在好莱坞的 娱坞的工业传统当中 这部电影的性别主题似乎非常鲜明 这部影片 我把它称之为不无自嘲性的男权主义的反攻倒算 它是以某种程度上 它是相当清晰的一种男权对于解放的 独立的 现代的 女性的一个控诉之作 当然对这部影片可以有更为多元的多角度的理解 因为在这部影片当中同样包含了阶级主题 就是男主角 我曾经把它概括为叫凤凰男对美国甜心 凤凰男对美国玉女 一个来自于美国的内陆的 内陆州的这样的一个 闯天下的 闯大城市的 小镇青年 遭遇到这样的一个 在大都市当中少年成名 而且这个 家世集 家世集富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但是在这部影片当中 这样一个渣男对魔女的 叙述 可以指向 性别 可以指向阶级 也可能直接的指向与性别和阶级直接相关的婚姻 影片当中的某一种在女性主义极度高扬之下 所形成的男性不得不接受的自觉或者自嘲 同时在对婚姻的隐藏事实 婚姻的不可见的事实的嘲弄性的表述当中充分呈现 那么这种表述在影片当中是一段很有趣的对白 哈就在女主的日记当中婚姻被丈夫被描述为了作为宠物而豢养的猴子 他说哄着背着还要领出去给别人看 而在丈夫的表述当中妻子被描述成高速公路巡警 叫躲着闪着还得算计着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性别和阶级的主题会很逻辑的相会于婚姻之中 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单位 而刚够这部电影当中 他又一次的重叠了消失的爱人这部电影 又一次重叠了消失的他的一种叙事的选择 或者一种叙事的设定 那么他是让我们追随着男主人公 经历了一个由女主人公精心设置的噩梦 故事从妻子 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消失开始 对妻子的寻找一步一步的把男主带入了 一个使他无法逃脱的 无从辩解的 无法没有任何能力去行动的一个谋杀案的指控之中 而当这样的一个精心构造的提供了所有最充分的证据 隐匿了所有的证据 又以这个藏宝游戏式的方式 由男主人公引领着人们去一一发掘的这样的一个梦魇 达到了高潮的时候 女主却因在她的逃亡之路上 或者她的胜利之路上遭遇到的一系列的变态 渣男 而最终选择回归 对我来说 这部电影那个更深刻的梦演出 是在于男主在女主的天罗地网当中 尽管知道她曾经决绝的要置自己于死地 但仍然必须接受她作为自己所爱的妻子的 这样的一种社会性的表演 或者社会型的角色设定 于是大家如果看过这部电影 也许会记得序幕和尾声当中那个场景 同床一梦的这对夫妻在不宁的音乐之下 想起了男主人公抚摸着妻子的头颅的旁白 说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砸开这个脑袋 然后看一看里面长的是什么 里面包容的是什么 那么相对于消失的她 消失的爱人当中尽管涉及到了财富 对财富的寄予 不同等级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当中 所包含的阶级之战 但是影片却以婚姻作为主场景 集中表现了性别之战 而这个性别之战和消失的她当中不同 她相当清晰相当单纯 因为在影片的前半部当中 我们完全追随着男主角 认同这男主角与她共同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一场无望之灾 这样的一场迈歌芬的历临 这样的一场这个 由所谓的爱人所建构出来的 不仅是梦魇 而且是将她一步一步的推向谋杀犯的这个定罪和死亡之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当女主角出现的时候 她轻松的驾车沿着高速公路 沿途抛制着寄满蝴蝶结的各种笔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那份极端真切的法医这个刑警 也不能够看出破绽的日记是如何被制造的 我们得以获知整个这个阴谋 是被一个何等的聪明邪恶的女人所建构的 那么所以我说这部电影它带着一点点嘲弄 带着一点点幽默 展示了一个凤凰男 展示了一个渣男 展示了一个毫无道德操守可言的 而且身无常物 身无常计的男人 但是同时它经由这个男人所陷入的梦魇 让向我们久违的展示 在好莱坞的一幕上久违的展示了一种蛇蝎美女的存在 那么同样我们用消失的爱人对照消失的她 我们就会发现 在那个故事当中的错位或者混乱之处 正在于设置了整个阴谋 使男主任公陷入梦魇的女性 却绝非蛇蝎美女 反而是正义的女性主义的姐妹情义的象征 那么我们非常快的再参考 近年来好莱坞影坛上颇为引人注目的 而且几乎无一例外的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短名单 进入了奥斯卡的荣誉的角逐的几部影片 我们会发现性别议题伴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伴随着二十一世纪后革命之后的历史情境的历临 他的主导趋势并非刚够这样的文本 而相反好像是一个有着鲜明的性别表达 有着鲜明的性别立场的这样的一种大趋势的浮现 比如说2007年的三块广告牌 我也曾经把这部影片称之为近年来难得一见的 在线好莱坞的叙事影像意识形态策略辉煌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那么在这部电影的这部电影 好我们先不展开 我们说同样在2020年的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竞争的 叫前途是锦的女人不同意三块广告牌 这部电影有着一位女导演 那么好我们再看第三部 去年就是今年的 今年的奥斯卡的短名单当中 最佳片短名当中出现了一部女人们的谈话 那么几乎在这个近六七年的时光之中 女性主题的 关于男性失之于女性的性暴力主题的 关于女性的复仇者 如何试图为男性性暴力的受害者申冤的主题 成为了奥斯卡短名单当中的必须的选目 或者我们说这是电影节策略当中 必须的配方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回到这一组影片内部 我们就会发现三块广告牌 我称之为近年来极为显见的这样的一部 在线好莱坞式的纯属好莱坞式的长相 好莱坞式的辉煌的电影 正在于在这部影片当中 我们在整个观影过程当中 清晰的经由复仇的母亲 经由女儿被奸杀 女儿成为故事中消失的女人的 这样的一个表述 然后母亲为女儿追逐复仇的 那个切腐之痛 那个强度和饱满度 都十分动人和感人 但是我们大概没时间去展开分析这部电影 只是用网友 豆瓣网友的那个洞见来表述 那个豆瓣网友的一个非常具有富有洞察性的表述是说 这部电影为什么叫三块广告牌呢 这部电影应该叫警长的三封信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复仇的母亲 这个强有力的饱满的携带的剧烈痛感 无望愤怒和对正义的这个复仇的这种诉求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 和母亲的故事的背后 我们看到影片最终的完满 影片观影的酣畅淋漓的效果 来自于患有癌症 并且自杀身亡的警长 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之中 给不同的人寄出的三封信 而警长的三封信成功的扭转了叙事的基调 成功的成就了叙事的反转和叙事的完满 因为最终因为这三封信 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选择以怨报德 以德报怨 都选取了以德报怨 于是影片借助一个性犯罪 借助一个消失的女儿的故事 借助一个复仇母亲的无法平息的怒火 无法达成的复仇 事实上触及到了美国社会的诸多矛盾 关于黑警 关于这个执法暴力 关于种族 关于性别 性别不仅是男性与女性 也是性多数与性少数之间的这样的暴力 而最终都在警长的三封信的引导之下 以德报怨的方式得到了转移 而最终母亲的复仇之旅 再度成功的呈现了好莱坞电影独有的这样的一种祸水东野 就是这个把复仇的对象向外转移 至少向故事的这个规定情景小镇 世界之外转移 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再一一分析 接下来两部影片 但是前途似锦的女孩和女人们的谈话 她们的共同特征是 她们是女导演 有些甚至是改编自女作家的原创作品的电影 于是她的性别立场更为清晰 她的性别立场更为饱满 她的性别立场更为单纯 而两部电影对照起来 她其实引申出的问题 性别议题也比相对于三块广告牌 当然无需去对照刚购这样的一种 事实上的男权写作 我们仅仅对照着有女性主义的诉求 有相对鲜明立场的标识 或者是标局 就是以女性主义的名义 所展开的这个作品来说 后面两部前途似锦的女孩和女人们的谈话 事实上向我们提出了 一些在女性议题内部的更为深刻的 某种意义上也说更具挑战性的 或者更为沉重的议题 就是面对父权社会的暴力结构 面对在现实当中 女性经常遭受到的 来自男性的身体侵犯和身体暴力 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方式去回应 是如消失的他那样的 去诉诸于法律秩序 将罪犯绳之以法 还是像三块广告牌或者前途似锦的女孩 我们以眼还眼 以牙还眼 以包一包 还是像女人的谈话 所构造的某一种带有想象性的 带有幻想性的选择 我们拒绝 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是暴力的承受者 我们是被暴力所伤害 被暴力所打击 甚至有些人的生命被暴力所摧毁 但是我们仍然拒绝 重复暴力者的暴力逻辑 因为我们不想再一次的讲述 屠龙少年的故事 少年成功的屠杀了恶龙 但是在战胜了恶龙的 从战胜了恶龙的三股当中走出的 不是少年 而是一只恶龙 也就或者说我们所说的 我们终将战胜法西斯 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 我们在战胜法西斯的过程当中 变为法西斯 那么在性别议题上 是女性主义的议题 难道仅仅是试图分享 现代主义曾经赋予男性的特权吗 女性主义的主题难道是 女性不论是在社会角色 社会心理 社会实践 还是社会文化上 我们难道只有一种选择 就是花木兰式宿命吗 我们难道只有化妆成男人 甚至在自己的内部 经由内化男权逻辑 才能获得解放 我想这是在这一组影片当中 同样围绕着或者借重着 消失的女人 三块广告牌当中是消失的女儿 而这个前途似锦的故事 更接近于消失的她 因为消失的是她的女友 在我们的女主角心目当中 女友遭受性暴力 遭受社会的高度默契之下的沉默 和无情的野蛮的残酷的窃窃私语 她被性暴力被社会暴力 被这个来自于不仅来自于男性 来自两性共谋的主流社会的暴力 而被残忍的杀害的那个姐妹 作为故事中消失的女人 她们真切的单纯的 有力的触及到了 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欧洲的叙事母题 所携带着的性别议题 而这些性别议题关于性别 也不仅关于性别 因为像所有的性别议题一样 它一定要弥散到社会的整体结构 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境 社会的关注 而也就是在这里 我想重复我反复表述的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在世界范围之内 关注到女性主义的潮汐起落 我们在世界范围之内 关注到女性的主体表达 女性的反抗 女性的言说的这个 不时的强化和凸显 但是我们同时要关注到 性别的议题和对于妇女解放的 快速推进 事实上是在20世纪后半夜 才以风起云涌的态势发生 而当妇女解放运动 女性主义 然后包含身体议题 包含性解放运动 在欧美风起云涌之际 它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单一的 孤立的命题而显现 它始终于阶级的反抗 以民族独立运动当中的 种族议题的凸显 与种族议题当中 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全面的清算 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 暴力的侵占高压和迅顺之下 所形成的后来被称之为 后殖民状态的非西方国家的 这种心理结构或者说心理创伤的 这样的一种反省 阶级性别种族的议题始终在同时推进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 阶级命题因为后革命 因为告别革命 因为拒绝革命 因为审判革命而消失 而种族议题 逐渐的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议题相剥离 而开始与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全球流动 与全球流动所造成的 绝大多数民族国家之中的 国家身份与种族身份 或者公民身份与种族身份的 非同一性的事实的强化 与分离主义运动 与各种各样的 以民族主义知名而高扬的 种族主义叙述 相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种族作为一个批判性的参数 也开始褪色 开始含混 开始可疑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性别议题 成了硕国仅存的批判性的 反抗性的议题 而换一个角度 可以说性别议题 成了这样的一个主流高速 主流世界 主流论述 主流权力高度弥合之际 所唯一存留的一个特殊的 也许是作为社会的苦难 社会的情绪 社会的反抗 唯一可以释放的 出口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而在近年来关注文化的人都会关注到的 美国的PC文化的羔羊 欧美的 尤其是美国的PC文化的羔羊 PC逻辑的神圣化 和所谓council culture 取消文化的这样的一种 决绝的社会实践 不断的构造文化新闻 社会新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非常有趣的是 在所谓PC的主题当中 在所谓PC的参数当中 阶级议题悄然滑落 今天PC的三主轴变成了 种族 性别 性相 曾经在性别的议题下 包含的女性议题和性少数议题 一分为二 分别占据了 批判的 反抗的 反思的 质询的 三主轴的两条 那么这是 我们在认知 诸多的关于性别议题的表述 尤其是当这些性别议题 如消失的 它在某一种角度 某一种指认当中 事实上是化妆的阶级表述 而且是主流的建构性的阶级表述的时候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去思考 必须去引证 必须去直面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语境和重要的参数 那么我们接着这个再进入到一些相关的电影文本来思考中国的世界的与消失的 他的性别阶级议题的扭曲和错位相关的一些电影文本 那么我首先当这个施东来老师的命题作文下达的时候 我首先联想到的一部电影中 一部电影是2012年楼叶导演复出之后的第一部院线之作 扶成迷世 而扶成迷世本身是根据某一种社会新闻 而且根据某一种社会新闻的奇特的形态 叫做网络直播帖来改变的 那么我也曾经在很多的公共场合分析过这部电影 我在讨论这部电影所相当敏锐的直接的把握住的与中国社会的性别事实 和与中国社会的婚姻状态相关的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变 和中国社会的经济或者社会结构的这样的一种改变 因为在这部作品当中他以一个刑事案开端 而这个刑事案的被害者也就是这部影片当中消失的女人 那么当这个消失的女人在片头消失 在片头被害引发了一个由刑警调查罪案而展开的故事情节的时候 我觉得有趣的是片头这个被害的女人也就剑刺的从文本当中消失了 不是绝不是叙事者有意制造的消失 而是叙事者经由叙事情境事实上从某种形式上标识 不断的标识出并且不断的试图引发我们关注的消失 换句话说这个消失成为了某一种在场得以凸显的方式 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这部影片当中的性别观察 同时构成了某一种关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观察 这些关于阶层和阶级的观察 同时向我们展示了某一种中国社会当中的文化事实的改变 和这个文化事实当中的性别身份与阶级身份 性别身份阶级身份与婚姻状态和结构的一个有趣的显影 我此前讨论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大概集中在于在这部影经由一个刑事案所引发的剧情的展开 让我们看到故事中的男主角 这个秦浩所扮演的这个男主角 事实上可以说是某一种双面人 他有着某一种双面人声 这样的表述颇有一点玄学意味 如果我们更朴素的说在这部影片当中 这个男人是一个有着双重婚姻和双重家庭的伪善者 那么从社会的正面 它展现给社会的层面 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成功者 因为他以一个凤凰男 一个穷小子的身份 成功的与一位女企业家缔结婚姻 这个婚姻是如此的完满 这个婚姻是如此的国际化 它是如此标准的一个中产阶级核心家庭 因为婚姻的完满 以致妻子放弃了公司的业务 安心的成为了一个优雅的家庭 全职家庭主妇 然后养育孩子 照料家庭 自由而悠闲 丈夫执掌着妻子创业的公司 并且是一个温存的男性 但是随着一个偶然的 一次偶然的发现 当然这个偶然是要画引号 偶然的发现 那么这个男人的另一重面貌 或者这个男人的另一重婚姻被曝光之初 原来他在这个光鲜的标准的温馨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外 还拥有另外一个家庭 一个身份地位生活空间生活样态 都远逊于他的这个成功家庭 或者合法婚姻之外的家庭 但是那个家庭当中的妻子 或者我忍不住要使用前现代一些描述 二房或者小妾或庞氏 我不知道用什么名字去描述他的second wife 第二个妻子面对正妻 面对正事 面对他的法律的妻子 并没有修惨 并没有弱势 因他之所以可以拥有这种优势 自信和坦然 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用两句台词所表达的 这两句台词的表达就是 好一个剧情和两句台词 一个剧情就是故事中的成功的中产阶级之家 女企业家缔结的幸福婚姻 拥有一个女儿 而更是名化的更是景气的 另一个婚姻和家庭 却拥有一个男孩 于是所谓second wife 可以非常骄傲的告知说 我们孩子的名字是他奶奶起的 我们的孩子的名字叫宇航 科技梦 太空梦 和奶奶起的 那么与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相对 这个家庭是一个 有血缘家庭背书 有血缘家庭证明 一个由中国式的 有子有后的文化 赋予了合法性的家庭 那么我们从性别的角度 我们看到的是某一种 男权和父权的反攻倒算 并且得以成功的印证 因为这个男人再度的重现了 前现代中国的完满梦想 叫一妻一妾 有儿有女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影片的丰富性不在于 这个有妻有妾的男人 享有双重家庭 双重婚姻 享有主流社会的包养 又享有血缘家庭的这种赞誉 致孝的这样的一个男子 而引发这个双重这种事实 暴露的开篇的谋杀案 却表明这个男人 绝不仅仅是在一个 由父权的父 由父权的父权 由父权对自己权力的恢复 而这个再度的重建了这种男性的 男性至于女性的这种特权 再度恢复了广义的多机制的 这种男性的梦想 男性的这样的一个情趣 或者男性的成功的证明 而是片头的罪案表明 在这双重家庭之下 他同时仍然在外面 以金钱购买年轻少女的身体 正是他与一个妓女的性交易 引发了整个剧情的延伸 如果仅仅发展到这儿 这部影片固然向我们揭示了一个 真实存在 却难以于进入到表述系统 或者是不为外人道的 这个这样的一种社会隐秘 那么他固然已经有价值 但他还不像最后影片的完成 表现的那么有力丰富和有趣 那么他的有力和丰富有趣之处在于 当双重家庭曝光 当沉醉在自己作为成功的 完满的现代人的妻子 终于醒悟到 他的丈夫的真实面目 和他自己生活的真实样态的时候 有趣的情形出现 对于在影片当中 他完全没有给予篇幅去展现 妻子的心碎 妻子的屈辱 妻子作为一个被丈夫 欺骗被丈夫出卖的弱者 而感到的任何的创伤和挫败 而是潇洒一挥手 他对丈夫的谈话是 明天你不用去公司了 业务我重新接管了 房子你可以住到月底 房租我已经付了 这与其说是一对离异的夫妻之间的谈话 不如说这是一个经理 一个资产者 一个董事 董事长对一个雇员的解雇 解雇宣派 他只需要潇洒的解雇他 但是在这张扬和胜利的是 女权吗 还是财富 金钱 阶级身份 所赋予的 特权 权力 这种权力足以颠覆 性别 父权逻辑 所制造的 那个似乎不可冒犯 不可颠覆的阶级 阶续 但是像我所承诺的 在影片当中 对于我来说 更有趣的一个角色 是 片头就已经消失 在剧情当中 不断地被标识 不断地被提示的 那个消失的女人 就是显然 作为贫困的 大学生 而被迫出卖身体的 故事中的第三个女人 蚊子 而妻子刚好是 蚊子最终身亡的 直接肇事者 某种意义上说 是直接的凶手 使这个女人消失 使这个女人 的生命被毁灭的 并不是单纯意义的男权 也不是单纯意义的阶级 而是符合了 性别表述 性别质询 和阶级事实展现的 这样的一个 更反腐的过程和角色 那么正像 女主人公之一 郝蕾所扮演的这位妻子 用解雇雇员的方式 潇洒地摆脱了渣男 他同样也以无限自信 和坦然的方式 面对着 与文字出于同一阶层的 显然爱恋着 他的那个年轻刑警 的试图复仇 试图揭示真相 试图为文字 文字之死 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 并且找到 肇事者和复仇者的时候 女主角同样的 坦然潇洒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故事之中 所谓的阶级和性别的种族 在消失的女人的 这个议题上相会了 而影片的最后一幕 则是文字的母亲 最终接受了庭外和解 最终不再试图追索 直接造成了文字死亡的 那些这个酒驾的附加子 而他还给女儿的 只能是在女儿身亡的地方 燃起之前 他只能用一盆青烟去 祭祷 而作为楼叶 导演楼叶的选择 他在这个时刻让消失的女人的形象 再度在荧幕上出现 但他只是一个幽灵 他只是在那个青烟当中掠过的幽灵 那么我已经快超时了 我快速地把后面我要设计的文本 和大家做一下分享 然后同时把我试图跟大家分享的问题和思考 更为明确地做出表述 那么也正是经由这个浮成迷世 经由浮成迷世当中文字 这样的一个低下的边缘 但在影片当中他甚至没有赢得一个正式的名字 他只是一个戳号 一个也许是化名 一个称谓 而当然对这样的一个称谓的编剧导演 对这样一个称谓的选择 正表明他的威莫 他的边缘 他的死是如此的不足道 那么正是由这部影片 他在我的联想 在我的思考当中 联系到了2018年 我认为大概新世纪以来 最优秀的世界电影之一 李桑东导演的《燃烧》 而燃烧当中 燃烧的叙事 燃烧叙事的迷人 燃烧叙事丰富 叙事的丰富 和解读路径的多重 正在于他围绕着 在这部影片当中 有两个男性的主角 同时有一位消失的女人 那么这个消失的女人 就是故事中的女主角海美 而对关于海美这个角色 男主角之一 富有的Ban 在影片当中 对Ban的定义是 韩国 盖茨比 然后命名者 还感叹一句 韩国有太多的盖茨比了 而这位韩国盖茨比Ban 的自我描述是 对于别人问 你做什么的回答是 我做点这个 做点那个 说白了就是玩 在今天工作和娱乐 还有区别吗 那么在这个Ban的描述当中 海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说海美身上没有一分钱 跟家人没有任何联系 也没有任何朋友 她就像烟一样的消失 她真是一个比表面上看来更寂寞的女人 故事中的海美 就是在全球化的流动 在不同区域的内部流动当中的 无数的 我们中国会称之为北漂 上漂 这个广漂 在大城市当中 漂临的非稳定雇佣者 在大城市当中漂流的 接受了大学教育 却无法获得任何稳定就业机会的 少男少女们 而海美在这个故事当中 像烟一样的消失 像烟一样的蒸发了 如同浮城迷世当中的年轻刑警 只有这个钟秀 故事当中的男主角 作为另一个怀抱着文学梦 却必须在非稳定 故应的环境之下 在农村破产 然后这个父亲之父亲 作为一个农民破产 作为一个破产农民的反抗 而入狱的这样的一种 生存挣扎当中 在大城市当中 飘零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物 只有他拒绝接受 海美消失的逻辑性 海美消失的不可追索性 他试图追索 而在故事的一个 在叙事的一个重要的层面上 我们大概可以解读为 Ben杀害了海美 而Ben对海美的杀害 不存在着任何犯罪的 刑事犯罪 所通常包含的遗憾 对于他来说 这只是一项娱乐 这只是一项消遣 这只是一项填补 他被拒所谓Grand Hunger 而不是Little Hunger 被大饥饿所空虚了的内心 作为一个附加子 他承认他不会哭 他内在哭解 他空袭 他空洞 他声称只有 他自己的说法 干脆的说是犯罪 尽管他把他的犯罪内容 描绘为烧大棚 而只有通过这样的行为 他才能在骨头深处 让骨头深处想起 悦音 他才能感到自己生命有价值 而在他招待钟秀和海美 为他们烹饪的时候 他说给自己做一餐饭 就像给自己准备祭品 而所谓给自己准备祭品 当然同时意味着自我称神 自我封神 自我自认为神 而在故事当中 他以犯罪来获得生命片刻的兴奋和满足 而在剧情的某一个层面 在最剧情的某一种阐释当中 我们看到他选择这些 没有任何一榜的 没有任何连接的 绝对漂流的 身负卡债的 自己的生命同样限于 不可确定之中的少女 太轻松的 太轻易的获取他们作为猎物 以满足 他对于生命中的 巨大饥饿的填充 那么于是影片有着 极为鲜明的现实主义批判 和阶级论述的主题 这是这部影片 大约在消失的女人的 以消失女人作为一种情节脉络 情节线索 一种母体表达 一种社会预言的 负载的这样的 诸多的电影当中 燃烧是我 是唤起我最深刻的认同 和引发我更多重的思考的 这样的一部电影 当然同样 它也是在我的认知 或者评价系统当中 我给予最高的 艺术评价的一部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当中的阶级表述 同时成为在影片当中 它对于现代社会 现代世界 全球化进程的 另多重层面的一种追溯 同时我反复的讲过 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和认同 还在于 它一边让我们看到了 那个巨大的阶级鸿沟 怎样造成了一种 可以描述为人吃人的 这种极端的和残酷的境况 尽管这种极端的残酷 却掩盖在都是生活 都是梦想 心理匮乏和心理的渴求 心理的渴望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 而这样的一个残酷的吃人的 以人为祭品 献祭给自以为神的 富有阶层的这样的一个阶级表述的主题 同时却又奇异的呈现为 Ban和海美 在某种意义上分享着这个社会 所给予我们的别无选择的共同的生活方式 和共同的价值体验 于是海美和Ban在非洲旅行的路上相遇 在非洲的机场上相识 他就这样的用Ban的说法 我从来不追逐 我从来不选择 我只接受 我奉行的不是经由我的宣判 而达成的价值的或者行为的逻辑 我仅仅遵循着自然的道德 在这样一个似乎跨越阶级的 单一的别无选择的价值生活方式 甚至旅行路线的共享当中 海美就这样自然的成了Ban的猎物 成为了文本中那个消失的女人 那么我们把目光稍稍的伸展开去 我们从阶级和性别的这种具体文本的考察 延伸到另外一组文本的时候 那么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或者一个更残酷的事实 也许会向我们展开 那么我们先看 就是我们只仅用一部电影来提示 那么叫后院 后院这部拉丁美洲的 2009年的这部拉美艺术家 创作的故事片 触及到了一个自2006年以来 不断的震惊世界的一个系列惨案 那么这个惨案发生在 美国墨西哥边界上的这个城市 华雷斯 从2006年 从1995年 我说错了 从1995年开始 我自己这次找到的数据 仍然是只截止到2006年 在1995年开始到2006年 华雷斯这个城市 每年发生 都将都将发 都发生过 百余起 甚至数百起 女性的谋杀案 虐杀案 失踪案 那么1996到2006之间的 统计数次 已然累积到了5000人之中 众多的女性 在这个城市之中失踪 众多的女性 当她们重新被找回 当她们被发现的时候 她们已经被虐杀 被肢解 被藏埋 这个 被亵渡 被强暴 而从 一系列的 从连锁杀人案 到失踪案的 这个大幅度的曝光之后 这座城市被赋予了 这个少女之父之墓 少女之死 少女之死 少女死 少女死亡之城 等诸多的 惊悚的称号 在那以后 包括警方 相关政府机构 包括妇女组织 包括大量的民间机构 不断的不仅抗议 声援声讨 并且投注实践 去试图揭破 如此数量巨大的 而且如此持续的 就是旷日持久的 女性的 大规模的 失踪 大规模的消失 大规模的被虐杀 也不断的声称 有 最多的是高达 24起的连环杀人案 被破获 凶手被绳之以法 而其中包含 这个性暴力 包含家暴 包含这个变态虐杀 包含宗教组织的行为 包含有政治背景的 这样的人口贩卖 但是尽管有一系列的案件 声称被破获 尽管有一系列的罪犯 伏法 但是发生在华雷斯的 系列谋杀案 继续延伸 如果我的信息没有错的话 他们仍然 在今天 仍然在发生 那么所有的这些 旷日持久的人数 众多的消失的女人 他们 如果我们去看 他们的出处 如果我们去看 他们的身份 那么 他可能向我们展示的 关于世界性的事实 和世界性的危机 世界性的悲剧 苦难和议题 将是极为丰富的 他们其中包含了 大量的来自于 前苏联和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的 性工作者 他们之间包含了 大量的 从 拉丁美洲各地 进入到华雷斯 试图 非法进入美国 去打工的 原住民妇女 他们中间包含了 大量的 服务于 某些变态的 极富有的 阶层的 这个 性幻想 性需求的 未成年少女 他们中间包含了 大量的 集中在华雷斯的 加工厂 血汗工厂的女工 我不一一陈列 否则的话这张名单将 非常非常的长 那么不仅后院 后院的命名我们 表明了创作者 对这些消失的女人 对这些 旷日持久的 罪案的 一种指引方式 当我们称华雷斯为 后院的时候 它的 完整的 表 表述就是 美国的 后院 那我们 我们看 第二部影片是 美国导演的制作 美国导演的制作 叫 华雷斯血案 然后他直接 针对着 一个 针对于 15到17岁少女的 变态连环杀手 所制造的 19起 连环杀人案 所制造的 19个消失的 女性的 这个案件 所展开的 一部剧情片 那么同样 大家 热爱文学 艺术的朋友 可能会知道 近年来 在华语世界 当然首先是在 西语和英文世界 引发了 持续的影响 广泛的阅读 和热议的 一个作家 这个 智力作家 布拉米奥 我自己也把他称 这位20世纪 最后一位 伟大作家 和21世纪 第一位 伟大的作家 那么他在 在他的这个 红篇巨制 2666当中 用了一部 第四部的 300页的篇幅 书写 华雷斯的 女性的 持续的 和这个 规模巨大的 失踪案 虐杀案 形形色色的 罪案 他用这300页的 篇幅 用 用 即时的 新闻报道的 口吻 去罗列 诸多 关于 失踪的 女人的 新闻报道 罗列 他们被 虐杀的 这个 新闻报道 和新闻描述 罗列 造成 他们消失 和虐杀的 罪犯 势力集团 机构 多达 300页 那个阅读 是一个 非常痛苦的 经验 也是一个 非常震惊的 难以复现的 经验 所以当我们 讨论到 消失的 女人的时候 她绝不 仅仅是 在 一个 一一对应的 男女 关系之间 在一个 一一对应的 夫妻 关系之间 在一个 单纯的 性别对立 性别权力之间 事实上 造成 制造 在我们 今天的世界上 制造着 消失的 女人的 权力力量 固然分享着 资本主义 父权 但她就 绝不仅仅是 资本主义 父权 尤其不仅仅是 男权 这么单纯 和明细 那么在这 稍稍展开去一点 我就说 当我们讨论 性别议题的时候 我想大家 早已经意识到 但是我还是想 跟大家提示和分享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 讨论 性别议题的时候 有时候 它明确的指向 男性和女性 而更多 当我们谈 性别议题的时候 我们更多 关注的是 作为被压迫者的 作为劣势者的 作为第二性 性的女人 但是我们 不要遗忘掉 女性的 这样的一个称谓 性别的表述 女性的称谓 它同时 在旷日持久的 父权文化 和男权逻辑当中 被使用为 一种社会修辞 或者说 我们对于性别的观察 由于女性 是人类的一半 始终 同时是一种 对于社会整体的观察 说的 陈旧 或者是空洞一点 我们就说 女性的问题 从来都是社会的问题 女性的问题 从来都是人类的问题 那么我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 在中国的媒体当中 曾长期使用的一个词 叫打工妹 我们用打工妹这个词 去指称农民工 去指称在中国内部的一个大规模的流动 在指称着中国的 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 就是世界加工厂的时段 无数的乡村少女 乡村妇女 她们涌入城市 她们进入到加工厂 世界加工厂当中 她们用她们的繁重的 这个廉价的劳动 来创造了中国崛起的 这个所谓人口红利 创造了中国崛起的 这样的一个资本累积 那么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 我们会发现 曾经整个90年代 中国社会经历 那个最重要的转折 就是体制转轨的 那个过程当中 也有曾经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名字 叫下岗女工 下岗女工 只代称了一个 国营大中心企业的 转轨破产 和其中曾经被 明确的指称为 也明确的代表着 中国工人阶级的 这样的一个阶层的 历史命运的转变 所以下岗女工 就是我在PPT上 上面的一个图景 是他们接受这个下岗 领取下岗通知的那个时刻 而下面这个图景 则是当他们离开了 原有国营体制之下的 这种大工厂 大工业系统之后 他们开始 可能获得的 工作位置 和他们可能成为的工作形象 或者说他们最早的成为了 中国体制转轨当中 那个非稳定雇佣当中的底层 女工 下岗女工 代表着下岗工人中的底层 下岗女工 又只称着 一个阶级命运的转变 和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刻 所以当我们讨论 性别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从性别的角度 切入的时候 他有时候是一个性别的事实 有的时候是一种社会的修辞方式 有的时候是一种 波露假辩之后的谈论 有的时候他自身便是假面的 一种命名或者一种形态 在这不去展开 说当我们讨论流动 当我们讨论打工妹 当我们讨论这个下岗女工的命运的时候 其实在世界范围之内 在世界电影 这个魔镜 同时是一个动向真实的窗口当中 我还很少看到 整个国际的劳工流动 国际的底层撩动 包括非法移民 包括合法的劳务收出当中的 这个全球流动当中的女性形象 和在这样的场景当中的 消失的女人的表述 我大概唯一看到的是 新加坡电影《幻土》当中 一个消失的男孩 一个miss and boy 一个劳务输出当中 然后消失了的无名者 那么在社会议题的讨论 和这个较为沉重的 这个社会主题的分享企图 我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跟大家分享 我好像进入一个相对轻松的 似乎相对轻松的场域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曾在多个场合 作为例证提出的好莱坞 他们说这叫好莱坞小清新作品 一部非常成功的 好莱坞的爱情故事 我们也翻译成 触不到的情人或者云中的他 那么非常有意思 这是一个迷人的爱情故事 但是这个迷人的爱情故事 是建立在一个消失的女人之上的 因为这是一场人激烈 这是一个备受挫败的 忧伤的这个男主人公 和他的智能软件 恋爱的故事 因为经由他不慎深思熟虑的选择 这个软件选择了一个性感的迷人的 女性的声音 那么这个故事是在 与其说是消失的女人 不是说是看不见的女人之上 我们看一下赫尔的极足海报 在告诉我们所谓女主人公 只是一个声音 只是这个手机镜头的代表着她的眼睛 只是一个在男主人公的幻想当中存在着的女性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影片稍作深究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部影片当中 这个看不见的女人 以不可见的形式在场的 以非肉身的形象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事实上确实是为了掩盖 影片当中一位失踪的女人 这个失踪的女人就是男主人公的 正在离异之中 尚未彻底离异的妻子 那么在故事当中 这样的一种置换或者掩盖 似乎给我们提出了某种 在数码时代 在技术革命冲击之下的 一种心理事实的解释 我们接受虚拟 我们接受幻象 我们接受人工智能所制造的一个亲密陪伴 亲密关系 爱情形象 我们接受一个非肉身的女人 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让我们去遗忘 去替代 也许对我们男性和女性的生命造成了 真正的创伤性的打击的 我们的我们的亲密关系的 我们的亲密关系的曾经的分享者 是一个让我们躲避 规避创伤 伤痛 悲哀 哀倒的一个有效的路径 那么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事实的解释 其实同时伴随着某种对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以上阶层的心理诊断 人工智能数码软件 VR技术似乎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有陪伴 有抚慰 有代偿的幻觉之中 但是这种替代性的抚慰 幻觉和亲密陪伴 却无法如真实的亲密陪伴 和丧失真实的亲密陪伴 我们必须经历的创伤 却不能为这样的虚拟数码的代偿所替代 以至于在世界上普遍发生的问题就是经历悲哀 我们也许会遭受创伤或者陷入病态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通经由悲哀的 经由悲伤的宣泄 经由哀悼的工作 最终得到拯救 而相反 人工智能的替代 亲密关系的幻象 对于创伤时刻的遮蔽和替代 使我们的创伤 我们的伤痛 我们的孤独无名 于是这也许是世界性的忧郁症成为全球流行病的心理成因之一 不论你是否认同这种诊断 我所要引申的是刚好2023年最热络的世界话题 最热络的成人玩具是所谓ChatGPT是所谓ChatGPT4 那么ChatGPT4提供了一种非常类似于赫尔这部电影当中 那个可以生成性感的迷人的或者冷静的这个清脆的声音的智能软件 极为相像的形式或者说ChatGPT已然把her的想象事实演变为我们可以深立的我们可以置身其中的事实 但是也正是在这里当我们把议题引向心理引向亲密关系引向陪伴引向创伤的治愈或者创伤的遮蔽 创伤的宣泄或者创伤的无名化的时候 我们也许忽略掉了ChatGPT所代表的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 我经常喜欢用我的朋友的说法说不要用人工智能这么玄虚的说法 这不过是文明史上又一轮大规模的全面的深刻的自动化过程 而每次自动化过程一定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一定意味着一轮新的失业冲击波的创造 这个新的失业冲击波的这个记录的创造 而这一次这个经常用ChatGPT来标识的自动化 或者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 它之所以开始引发震动 正是在于它的冲击不仅在于对来领工人的冲击 不仅在于对于劳动力需求的物质生产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而且意味着它对于传统的中产阶级 对于传统的专家技能的这种冲击 它是不是意味着在社会的场景之中 将再一次的规模制造消失的女人 同时也是消失的男人 同时也可能是消失的底层 同时也可能是消失的生产者和劳动者 那么于是我联想到的是 入围奥斯卡的美国纪录片 美国共产 人们讨论这部影片的时候 会讨论中国资本与美国工人 人们会去讨论文化差异与制度差异 但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震动我的是片尾的 这个机械自动手臂 你会看到在影片当中 那个频繁制造工商的程序 已经如此轻松自如的由机械臂所取代 而曾经试图与中国工人 争夺工作机会的这个美国工人 曾经试图与中国的厂商 中国的资产者抗争的工会 在这样的一个宁静的 洁净的 但是在我的感知当中 争鸣的自动化的器械面前 似乎都被销声 或者它的现实的意义和可能性 被极大的削弱 那么证据之一 是好莱坞 世界梦工厂超级跨国公司爆发了近期 爆发了63年历史上规模 最为宏大的以演员和编剧为主体的大罢工 抗议人工智能 对他们造成的就业威胁 人工智能对他们造成的直接的掠夺 那么正是这场大罢工 是在63年的历史上 第一次造成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整体停摆 整体停摆 那么与其说他们在抗议人工智能 不如说他们在抗议好莱坞的资本的持有者 好莱坞的真正的运营者 抗议他们的再一次的降低成本的努力 那么于是问题从消失的女人变成了 电影中将消失了人类吗 电影将由采集了真人的各种数据和特征之后 合成的演员吗 那么在双子杀手 在流浪地球二 在多宝奇兵五已然开始向我们展示了 以这种方式制造的足以乱真的 营幕形象之后 那么在电影工业内部我们要问的是 在营幕上消失的人 同时我们要问的是 在整个全球资本结构当中的消失的劳动者 他们的消失可能是从劳动场域当中的消失 可能是从社会场景当中的消失 可能用我喜爱的 萨布卡曼德尔马克尔斯的表述 是一个从经济地图上掉下去 因而对于今日事件不再可能为大数据所捕捉的 今日事件当中的子虚无由 所以由消失的女人窃入 我们讨论性别的与阶级的议题 我们讨论世界畸变当中的 见词凸显的 但同时被无名化的社会分化 我们讨论新技术冲击之下的社会变革 我想作为一个新的题目 我的组织非常的缺乏有机性 然后我的表述也多少有点语无伦次 请大家原谅我 请东莱原谅我 我说的已经太多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戴老师精彩的演讲 戴老师真的是从各方面 然后从各种不同类型 不同国家的电影 深入浅出的给我们 分析了一遍消失的女人 这么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也好 或者是一个剧情设置也好 背后的性别的和阶级的逻辑 特别是这个阶级的视角 我觉得它是被隐藏的很好的 包括刚才戴老师在前半部分 有讲到的这个从小子的心理代入 的确是非常有启发性 那我就在等一下大家的问题的同时 我先自己利用我的这个主持人特权 先向戴老师提问两个问题吧 就是问题很简单 但是我会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最近这几年 中国的悬疑片 不管是悬疑的电影 还是电视剧 好像是中国内地电影 非常突出的一个类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有想到另外一种消失的女人 或者女性形象 在这样子种突出的悬疑电影当中 或者是这种类型片 盛宵城上的一个年代当中 反而是所谓的女杀手形象 因为我们在谈论这个film fatale 就是蛇仙美人的这个经典形象 同时经常会想到 最经典的是女杀手形象 但是我们好像在华语电影当中 就这十几年来 这个形象好像已经停止了 当然在世纪初有一些 就是模仿欧美电影的 这种女杀手形象出现 但是好像最近 当我们在想象女性复仇 女性情谊之类的 就不曾再出现这样子的 直接了当的女性复仇形象 就是把女性包装成女杀手 来报复坏人 或者是报复男权社会等等 所以主要是这样的问题 关于悬疑片的那个问题 其实也是刚才 戴老师的这个演讲 让我觉得就很有启发的一个点 因为曾经有一种说法 在往中国内地的电影 在悬疑或者犯罪 恐怖这些类型话上面 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是因为大家写而易见的 审查原因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有一种说法说 现实比小说更离奇 一直都有人这样讲说 所以其实现实当中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件 好像比电影还要更精彩 那其实这一次消失的 它也有激起很多人去关注 之前发生在泰国的一些 孕妇坠牙事件 包括国内的一些杀妻事件等等 所以在这一波的这个 悬疑片上升的背景之中 就我会想说 为什么在这十几年内 从可能从白日焰火开始 或者更早 就是在这十几年内 好像中国的悬疑电影 它的确为中国类型片 在世界上的一个知名度 打开了一个窗口 这背后是否有 我们看到的 就是更复杂的一个国际背景呢 或者是在这个文类上 中国内地电影做对了什么呢 我还是挺期待 就是听到戴老师的解读 对 所以就是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悬疑片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是 为什么女杀手消失了的问题 那其他的观众 就是可以把你们的问题 先打在聊天框内 然后我会一个一个的 让你们开麦 然后自己问 就是你们的问题 其实不用写的很完整 就是写一个架构就可以了 让我知道一下 差不多是什么问题就可以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上来 跟戴老师互动 我们差不多留个二十几分钟 半小时的时间进行互动 对 我又挖了一个坑给自己 我讲的太久了 然后好像这个 东来还要继续的压榨我 让我还回答很久 那我试一试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大概不是这个 对我来说 我大概不会在悬疑片 类型的角度上去考虑 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不是从悬疑片类型 本身去考虑 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悬疑片联系着的是一个特殊的地域 就是东北 就是东北 我觉得白日焰火和这个双雪涛的小说 以及这个热播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然后他们共同的以悬疑类型开启了一种 书写东北的方式 一种去想象东北的方式 经由书写东北 想象东北 然后他们某种意义上复活了黑色电影当中的 所谓蛇蝎美女与这个伤病的侦探 一个心理上或者生理上遭到这个有残缺的这种侦探的这样的故事 而展开的一种对于东北作为老东北工业基地 然后作为这个东北复兴东北的这个工程 作为这个殖民地 这个满洲国 殖民地的历史的所在地 然后这个作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多重力量碰撞的这个东北 他们的这些历史 这些历史与这个类型 当然不只是悬疑 同时包含黑色电影的这个相遇 我觉得他们共同的打开了 我会还加上刚的琴 家庭情节句 那个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消失的女人 就开始那个妈妈消失了 后来那个妈妈回来 那么这个 他们共同开启了一种 书写中国的方式 就是这个地狱和这个类型的相遇 这是我的这个解释 这个所谓悬疑类型的一种 一种方 一种方式 而对于这个消失的他来说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中国电影也许是自觉的 也许是不自觉的 学会了一种好莱坞的策略 也是祸水东吟 固然因为消失的他 这个原型案件发生在泰国 但是呢 这个经常 其实我 这是我的疑问了 就是这部电影有两个导演 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这两个导演 来命名这部电影 人们只用制片人和编剧 陈思成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电影 如果这个奇怪的 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 就是我并没有说服我自己 没有得到一个说服我自己的解释的 这种命名成立的话 那么陈思成确实就成功的创造了一种 把中国故事转移到一个远方 去讲述 以获得某种讲述的宽松度 同时使得那个故事所 故事本身所携带的 可能某些社会性的意涵 变得含混的这样的一种策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上去 在悬疑类型上 他们有共同之处 但是其实他们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脉络 完全不同的两种脉络 在那个与东北相遇的悬疑篇当中 我觉得它包含了某一种写实书写 或者直面现实 或者质询现实的可能性的打开 而在后一种这个悬疑的脉络当中 它却是一种关闭 却是某一种关闭 某一种使之在场因而缺席的这样的一种策略 这是我对那个第一个问题的我的理解 或者说我比较粗陋的回答 而第二个问题 对不起提醒我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女杀手 我自己的理解呢 就是这个女杀手 是一个在好莱坞的历史当中 在欧美电影的历史当中 其实非常短暂的一个女性形象 大约如果我的认知没有错的话 还不足三十年 二十几年 霹雳娇娃 古墓丽影之类的 才开启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行动者 因为原本好莱坞的那个基本范例 大家都知道 就是霹雳莫威所说的那个男人看 女人被看 然后男人行动 女人作为行为课题 而女性成为行为的主体 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事实 然后它在超英系列当中 在漫威宇 DC宇宙当中 才开始变得比较突出 而一旦讲到所谓 在中国电影当中对应的女杀手 它有可能是好莱坞 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中国印象 中国跟进 但是其实在中国电影当中 我们素有我们自己的女侠传统 我们在中国电影当中 我们始终有这个女性的行动者 但是中国的女侠 我也写过文章 也做过很多次表述 我觉得它是中国的性别文化的 生成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它是女性在荧幕前景当中的凸显 但它也是女性 在中国社会文化当中的 一次集体的退场 因为我认为就是 女性这个参照着西方 基于基督教文化而产生的 两性秩序 本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一个发明 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没有女人 但是我们没有这种两性对立的 盼然有别的女性 我们原来有的是阴阳观 有的是这个人这个概念 是不具性别的 跟man不一样 那么它重新把它分解为 盼然有别的两性 本身是一个文化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 或者叫文化西化的过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它是一个发明 所以我自己认为 大概在一百年当中 女性的议题始终 自带先锋性和批判性 始终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 一个社会表达和社会实践 而这种我自己认为 新世纪之交 新世纪抵达的时候 这种性别建构充分的内化和成功了 而女性所携带的批判性和先锋性 也就开始消炎了 因此就是女侠的形象一闪而过 表达也相当的反腐 那么就是这个 卧虎藏龙 就卧虎藏龙 在这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不在 武侠片当中不再有这么 鲜明的 带有多重的社会文化表意 和时间性的女侠形象 而与此同时 就是女性的行动者 包括女杀手这样的 动作片的主体 她的那个力度 也就淡去 或者说也就在一个弱化的过程当中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谢谢董莱提这个问题 谢谢戴老师 那我们有一个提问在聊天框 是加州大学的齐仙姑同学 齐仙姑同学是我们华语电影小组 就是一个由海内外留学生 还有老师们组成了一个 专门讨论华语电影的 研究小组的发起人 然后非常关注 这个华语电影的发展 好像之前也上过戴老师的课 那现在就请她来 自己跟戴老师互动一下 提问一下 应该可以解除 这应该等一下马上 可以了吗 我这边已经同意了 两位老师好 戴老师好 我是齐仙姑 我之前在人大读书的时候 然后是孙白老师的学生 所以我之前去北大旁听过一个学期的您的课 当时您讲的是间谍片 也就是应该说是反特片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 所以大概是好多年前了 就很久没有跟戴老师面对面 虽然这一次是隔着屏幕 但是还是觉得非常的亲切 当然了内容也非常的让我受益 所以特别的感谢两位老师 能让这一次会议成型 好 我的问题就已经打在聊天宽了 我就快快地说一下 其实跟您刚刚提到的 霍水动营有关系 也跟我们这个 那个施东来老师 主持的这一系列的 在地跨文化的演讲会有关系 就是我想从在地跨文化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来看这部电影的话 就是我觉得 基于我对您刚刚分享那一系列影片 其中我看过的影片 我的理解 包括您刚刚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片子消失的 它跟其他那些片子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吧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霍水动营 它不像美国电影的消失的爱人 它就在美国 然后浮沉迷是中国电影 它就在中国对吧 那它就有一个所谓的跨地的操作 就是它把故事主体的内容 包括主要是那个所谓的悬疑或者梦魇 第一层的 您刚刚提到第一层的梦魇 它是基于 对于我们对于东南亚 或者是这个林尼所扮演的女律师 所设想的提供的这个 不好意思 刚刚一家人在说话 对不起 就是女律师提供的一个可能性的答案 就是在地有一个很大的犯罪团伙 对吧 他们密谋 就是要掠夺这些有钱人的财富 那包括这些杀人犯罪 那他们就是有种不言而喻的 对于所谓的这个地区 就是东南亚 被模糊掉的一个国家 东南亚的这种社会的混乱 还有这种犯罪频发的这样一个想象性的一个社会现象 或者现实 那这样的一个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展现 其实让我们联想到陈世诚之前的作品 比如说《唐人街探案》 有一期其实有一个有一级吧 有一部应该是在东南亚国家 那他那段的三部吧 基本上就是当然也是有很高的票房的热度 但我觉得那个系列他迎合的当然是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开始跨国游这样的一个高潮 那之后的也就是近几年小火的一把就是雾沙 如果大家看过的朋友就知道 雾沙它是走向了一个反面 它不再专注于展现东南亚的这个特殊的风情啊 还有特殊的人文 反而也是讲街市或者揭露东南亚的这种社会的混乱 当然还包括那些各种官僚机构啊等等 那华人移民中国移民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当中 就受到了各种不公 所以那我们再看消失的他里面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移民的形象 就那个大酒店里面的一些一些仆人啊 或者说是服务员 他们当然是一闪而过的 可是在尼尼所提供那个方案里面 那个答案里面 他们其实是犯罪团伙的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对于东南亚 它有一个荧幕上在线的一个转变 我想问的就是这样那种转变 戴老师是怎么看的 或者说我们怎么看待中国荧幕上 对中国荧幕对于东南亚的这种 要么非常喜欢 要么就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害怕 让人感到害怕的一个地方 同时我也想问就是 这样一种跨地的操作 性别议题或者阶级议题 我们刚刚听戴老师说很多 那这样两个议题在这种跨地的操作里面 会有怎样的过滤 会被欺视掉呢 还是说会有别的东西可以加入进来 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或者提供更多的视角 不好意思有点惨 希望我讲清楚了 谢谢戴老师 你讲得很清楚 其实我觉得你已经那个形成了你的观察和观点 好像我的回答最多可能成为一种补充或者背书 如果我觉得我自己还有一点点象征权力的话 我可能就是会成为一种背书 但是我必须说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系统的思考过 就是因为在东南亚在中国电影当中的出现 不仅在这些类型当中 还在喜剧片当中 还在这个各种风光旅游片当中 其实出现的比较多 但是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过 我没有去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过 就在这个跨地的过程当中 它对于比如制片成本是一种节省 还是一种消耗 它是一个对异国情调的借重 它的商业操作 它的文化诉求 它和比如说刚才东来提到的 和审查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个问题要做深入的观察 然后这个了解 我才能够回答 因为否则的话 回答就会是非常的 我可能做出的回答会非常浮泛 非常浮泛 某种意义上也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我觉得你表达的已经非常好 已经非常好 那么说阶级的议题和性别的议题 是不是经由跨地就被稀释 或者被转移 我自己的仅仅就消失了 它的观察是 我觉得是在经你提示之后 我才想到这个议题 我觉得是你会发现 它在中国的 中国中国人的自身表述当中 它表现就是我所说的那种纠结 那种错位 那种扭曲 就是他满心的认同 好像声称他要认同女性 但是其实他完全从男性主体 线路的梦魇来展开 他似乎这个认同于这个 现有秩序当中的强势团体 但是他却在表述当中 他却好像有某种无法摆脱的 也许是中国历史传统 所造成的一种难于 自如的潇洒的赋予 这个富有阶层 以道德正义性和合法性的 这样的一种拧霸 那么反而我觉得 在经理的提醒 我觉得在他处理 当他处理本当地人的时候 似乎就没有这种有趣 我们看到在故事当中的 所有的当地人 都是可以轻松的收买的 当地的人都是来作伪证的 如果严妮所扮演的 这个正义的闺蜜 这个剧中的律师 实际的大导演 所行使的 事实上是某种犯罪 团伙式的犯罪行为的话 那么你可以说 当地人全部都是 共谋者和合谋者 这大概是我的那个 就是经由你提醒 所做出的粗略观察 但是整体的观察 就是中国电影的 跨国书写 然后包含像战狼 这样的这个书写 包括红海行动 这样的书写 恐怕要做一个 更为深入的了解 我才有把握 就是对你的 认同你的观点 或者是补充你的观点 或者是反驳你的观点 所以大概一句话是 我不能够有效地 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仙姑同志 好 谢谢戴老师 那接下去还有两个问题 那我们这两个问题之后就解决 这两个问题其实还蛮类似的 那第一个是来自于 三江学院的贾晨熙老师 我好像已经解除你的静音了 哈喽 贾老师在吗 要不你替贾老师念一下他的问题 行 看一下 我应该已经同意了 他的问题是 恋爱脑必看 因为消失的他的营销是恋爱脑必看 女主因为太傻 白甜 结局才这么惨 这类宣传 好似营造的氛围 就是真诚的爱和信任 是不好的和错误的 有种受害者有罪论的感觉 网上也有很多网友为男主开解 比如杀妻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而对女主的评论都是负面的 想问问老师怎么看待这样的网上舆论 其实刚才戴老师已经有提到 这个主体错乱的问题 我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引发了 大家对男主的同情心 有的时候还更胜于对这个男权的产生 他的结构使然 视觉结构和叙述结构 当然都是事实上在引导着我们 经由男主去体会这个复仇过程 从被复仇者的角度去体会 所谓一个正义的复仇 这本身就造成这种牛曲 而这个关于女主的傻白甜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通用的这种关于傻白甜 恋爱脑 关于女人 就一恋爱智商就等于零 等等等等 这种男性的这个主导想象 或者说男性的对女性的一种污名化的东西 用这个东西来解释女主角是有效的 但是我可能更关注的是他其实经由这样的一种傻白甜或者恋爱脑体现的是那个上流社会的纯洁 天真真真诚和善良 就像这个在寄生虫这个电影当中的那个一段对话 我很喜欢那段对话 就是他们就说 哎呀天哪 就是他们怎么这么善良啊 有钱人怎么这么善良啊 有钱人怎么这么单纯呢 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父亲的形象 回答说 因为他们这么有钱 所以他们才可以这样善良 就是说善良单纯 甚至某种意义的美好的愚蠢 似乎是财富的保护之下的一种特权 我大概会更倾向于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样的东西 而我们普遍的会从什么恋爱脑去解释女孩 让好像某种意义上说是她这么蠢害得自己受害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女孩是如此的恋爱脑 如此的傻白甜 这么蠢以至自己受害 这本身是创作者的设定 所以应该讨论的是创作者设定的前提 而不是角色本人的逻辑 因为那个角色不过是一个被操控的木偶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戴老师 这也让我想到其实在燃烧当中也有一点点像 就是那个band会让人觉得他非常的open 就是让他觉得非常的好接近 就随便请陌生人或者像请主角就到他家里去 好像特别welcome 这也是好像可以做一个类比在这一方面 就是这种阶级的所谓的善良 那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是在燃烧当中在燃烧当中他逐渐的让我们可以强烈的感觉到band的争名 是 嗯 对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 是是 那好 那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就有请上海电影学院的陈欣老师来提问一下 好的 谢谢两位老师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首先我其实是个研究生可能还不能称为老师 然后同样我的这个问题和上一个老师的问题有一点重复 那我还是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问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大量的影片 尤其是我们华语影片里很多在设定女性主角或者说女性角色的时候 大多都会采用这种傻白甜去塑造这种他的一些上层阶级的这样的形象 然后从而被一些穷小子骗或者说被凤凰男给那个骗婚或者什么这样的形象 那首先我觉得我想问的是我们在大多数创作之初 其实很多是一种男性视角的这种侵入和凝视这样的女性角色 那我们为什么会大量的电影都在同样重复着这样的形象和角色的不断的出现 而同时我们在进行这些影片的宣传 或者说在他的进行一些传播的过程中 又一味的在突出就是男性的这种规避性 或者说对于男性行为的一些表演上的肯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在宣传销售他的时候 在大量的放出影片拍摄过程中间 陈世藤导演的一些现场的指导画面 或者说是朱一龙先生表演过程中一些比较精彩的这样的画面 而去削弱说对于女性这样一些形象的可能会需要一些警示作用 或者说一些需要去引导的一些方面 同时在一些后期的宣传上也逐渐的在突出女性的这种傻白甜形象 或者说女性遇到渣男了 最后还要留住那个孩子 或者说妮妮最后为什么还要拿着那个孩子去跟陈思诚 跟朱一龙饰演的何飞那个角色进行一个对他这种婚姻的一个带有一点挽留性质的这种挽留 或者遗憾这样的行为 在短视频或者说在他的大量的宣传中 我们会出现大量这样的就是在规避男性的反而转向对女性内部舆论的这么一种的形象 现象出现 我想问一下戴老师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握到你的问题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不太是问题 就是主流文化一定是主流的 这个你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主体来说 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主流文化的主流价值的文化当中 你难道期待它是女性主体的吗 就是因为它的大量的前期宣传可能都是带有着 对于女性一时崛起 或者说女性应该就是识别渣男或者一些的这样的类型的宣传 但到后期又逐渐的在规避男性的一些形象 而从而转移到女性内部那种形象斗争之中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现象似乎变得又有点有趣了 这就是我看来我很失败 这就是我讨论的那个重点 我就是说她的性别表达是她的性别表达都非常拧巴 对刚刚你有说到这一点 对我觉得我还以为她只是停留在于电影的创作和电影的呈现上 就没有想到说她的电影的后期宣传制作上也会延续她之前的这种拧巴 我其实我并不是我希望能跟大家分享的并不仅仅是说这个文本做的好拧巴 我是认为这个文本它透露的正是我们整个社会心理结构的那个拧巴 我其实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对我来说电影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显示屏 我们从中看到的一定不是不只是或者不是真实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情态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一个情态 它有时候可能是明确的和单纯的 它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相互缴节的 一个处在一个博弈状态之中的那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是觉得它的衍生文本 就是延伸了这种现象 就更证明就是影片当中的那种文本的正后性 其实也是社会的正后性 就是至少我是这么去解读的 好的谢谢老师 因为这个问题我准备其实是在听这个讲座之前 然后该过程中间其实也有在记这相关的笔记 所以还是很感谢老师能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能进行这样的交流 然后谢谢东海老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问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今天没有这样学习的机会 好谢谢 的确看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点重复刚才 带老师讲到但是我也有想到就那比如说像燃烧 他不能说是那种主流电影 那带老师会觉得海美这个形象跟甩白田之间能够有一定的关系吗 就比如说有一些观众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海美 他是字头罗网嘛 那他当中其实有一些great hunger little hunger这个论述一开始 他有一种好像文艺脑 其实有很多那个豆瓣读者就会说他是文艺脑 不是恋爱脑 但是他但是没有人会直接用甩白田去标签化这个人物 他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female support 就是这种庶民女性庶民的一种一种化身对吧 那所以我想就借着这个问题最后再问一下 带老师对于海美这个形象 我们怎么把它放置在所有的这个消失的他当中 因为刚才感觉时间的原因就略过去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形象 跟这些都好像不太一样 是非常哲学化的非常意象化的一个一个消失的他这样 好谢谢你就是做这个补充的提问 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 事实上燃烧在韩国本土引发了年轻人的非常强烈的抨击 抨击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李沧东非常傲慢的把年轻一代类型化 或者刻板想象化这是我知道的 但是呢我自己呢一个是我并没有置身在韩国 我没有办法进行这种与现实当中的青年状态的比对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真的太爱这部电影了 我太爱这部电影了 所以我我没有发现类似的共鸣或者认同 因为我在海美身上看到的与其说是傻白甜 或者是文艺脑 不如说我看到的就是那个价值的单一化 就是海美如果说他有什么弱点的话 就是说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有反思能力的人 他不能够反思这种价值是否适用于自己 他不能反思这种单一价值可以由Bang这种人 就是极端丰富的去实践 而这种价值在他身上几乎没有可能 同样去非洲旅行 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笔巨额的卡债 他不能反思到这种东西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这部影片 我实际上在讲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是给他五种解读路径 但是今天我只用了阶级和性别这一种解读路径 那么在其中的一个解读路径当中 你会发现同样的价值建构了一种同样的现代病 就是某种意义上说海美并不是在愚蠢的谈论Grant Hunger 海美非常真切的在谈Grant Hunger 因为他谈到那个晚霞消失的时候 他谈到那种向死驱死的那种欲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一定是被Bang骗了 他可能是选择Bang作为他的杀手 因为生命对于他没有意义 而同样的一个同构的结构是那个Bang 也可能是选择了钟秀作为他的杀手 所以他才给钟秀机会去见证 这个他的所有的犯罪的罪证 而且他去赴约 那么他是用这种办法 就不是在阶级和性别的这个维度上 在思考这个现代世界所造成的这种生命的荒芜 这种严重的这种现代病的这种状态 但是李藏东是一个左翼的批判学者 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他第一个层面的阶级叙述的那个主题 是鲜明的而且稳固的 但是他同时包含了这样的解读可能 但是对我来说 而且他同时我觉得影片最有趣的一个解读可能就是 他质询那个确定性 他提出了就是今天在 我们置身的今天世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他事实上在一种解读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钟秀的小说 就是故事的后半部分是钟秀的小说 是钟秀的想象 因为他同时提出了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 就是橘子在吗 猫在吗 井在吗 海美在吗 就是他在这个哲学 又形成了这样一个哲学层面的追问 一个形式上意义上的对不确定性的展示 所以我觉得不论在哪个层面上 对我来说海美都不是傻白甜的问题 都不是傻白甜和文艺脑的问题 它的问题是更大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不认为那些欠了裸袋的姑娘都是无脑 而是整个消费主义的文化 整个这个社会的单一价值和生活结构 把它们推到那里去 因为女孩可能去做裸袋 可能男孩也想裸袋 但是不一定有这条路径可以达成 所以我自己并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女性 作为一个消极被动的形象 或者是低质的形象 我自己不是在这个角度 我自己没有体会到这个角度 我反而体会到了一些很真切 很丰富的表达 而且我自己大概觉得就是一种 积极的女性形象和消极的女性形象的 评价思路本身可能带有陷阱性 就是什么是积极 在哪个系列当中是积极的 在哪个评价系统当中是消极的 这些东西是需要去质询的 是需要去讨论的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比如说在燃烧这部作品当中 海美这个形象 我觉得它更多是用来展现一种 青年的 青年或者社会文化的状态 而不是在展现一个 女孩子的无知或者受骗 这是我的理解 好 非常感谢大老师的回答 也非常感谢汪琪同学在聊天框里 分享大老师之前 对燃烧这个电影的导赏笔记 其实我也在网上看过这五种解读 非常的精彩 那非常欢迎大家去搜索 然后去阅读这一篇精彩的笔记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大老师 成为我们第三场的这个主讲嘉宾 然后我们下一场的活动会在十月份 是由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和苏西书苑熙教授来跟我们 探讨一个比较文学方面的话题 具体的题目我们会在公众号 还有Facebook上面在九月份的时候看出 那敬请期待 那就非常感谢大老师今天的参与和精彩演讲 然后期待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向您学习聆听您的精彩分享 然后欢迎您到上海到我们实地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谢谢东莱 谢谢大家忍受我的这个冗长的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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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對